第七个孟子里面讲 他说使人起步人鱼寒人灾 使人就是做箭的那个工匠 那做箭的工匠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要伤人嘛 一箭能够穿透那个盔甲 置对方于死地 这是做工匠的 他要彰显出来的一个记忆啊 那韩人呢 韩人是在做盾甲的 盾甲的目的就是要防护 这个兵士 抵着别人的所谓的辅阅啊 刀剑的一个砍伤嘛 所以相较于这个两个行业 做箭的人 他的处心几率 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 做盾牌的人 他所设想的 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护这些战士 所以你的职业不同 会让你处心几率 所想的那个念就不同 那做箭的人 如此看来 他是相当不厚道的 他的工作就造成了 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 所以八正道里面 不是有一个证命吗 你选择工作要考虑这些 我们过去只考虑 哎呀不要杀身就好 那不杀身的行业有很多啊 但是他不仁啊 现在游戏软体他就不仁啊 他残害那些年轻人 所谓的善良的心嘛 灌输一些残酷啊 荒淫暴虐的画面进去 他虽然不杀身 但是他不仁 使人唯恐不伤人 韩人唯恐伤人 这段话后学刚刚解释过 乌将亦然 乌就是过去在医学不发达的时候 对于国家 对于个人的一个安危 会请这个乌医 乌医我们生病的时候 他就会为我们将神起伏嘛 那这个将是做棺材的人 做棺材的人他要谋生 他就希望天天有死人 钱贤们有没有听过记忆 过去有一则新闻曾经发生过 后来诉诸于法院 这个后学就很有经验 因为我住在 最早住在台北市立殡英馆附近 好听点是荣兴花园的斜对面 正确的地理位置 就正对台北市立殡英馆 那个地方很多卖棺材的 病遗色 那其中有一间病遗色 他天天会放一首歌曲 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他放得很大声 结果人来人往的时候 就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你听到那个歌曲 你会很自然的往旁边看 音乐从哪里来 结果发觉是棺材店 久而久之有没有 像我们在那边一起长大的 就没有感觉到 有一些人就开始 开始抗议 抗议的话 就争执起争执 起了争执以后 就输注于法院嘛 所以这件事情后学记得 我希望我的货物畅销 我卖的是棺材 没人死怎么办呢 甚至我其实在佛档 听我们黄讲师讲过 有一天天下雨 病人来得很少 他说他动了一个念头 那个念头一出来 就发觉自己错 怎么今天来挂号的人 这么少 意思是说 怎么没有很多人生病啊 有一天我们在聊的时候 他就提到这一点 他也发觉到 但是他因为有学到 所以他很快就知道 那个念头不可以有的 他立刻就转过来 可是多少人都把 这样的一个念头 视为理所当然 我做这个行业 你们不生病 那我要喝西北风啊 我卖棺材 没人死掉 那我卖给谁啊 装我自己吗 所以这一段经文 是在告诉我们 部署不可不慎也 你在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不可以不谨慎啊 你的工作如果 他对人的所产生的结果是 你的想法会带给别人伤害 那个工作你就不能做 那实际上你工作做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做官果都不能做 那死了埋到哪里 其实你顺其自然嘛 你命中有的时候 你做棺材 钱财也会从棺材那边进来 你做任何行业 其实如果命中有 你的行业会自然而然 所谓的这个 心盛达四海 那问题有没有重负 没有重负 你天天不 总有一天等到你 等到他了 可是他不来你这边买 他跑到隔壁去啊 都有可能啊 医院那么多 为什么要来你这边看病呢 所以我们人只要去 扩充自己的德性就好 其他都不要有非分之想 所以也不能说 那哪个做哪个不做 你的心念的问题 所以孔子讲 理人为美 责不处人 焉得志 理人 理就是你居住 这边是做动词 你要居住一个环境的时候 你要选择这个环境里面 他有善良的风气 这个人就是善良的风气 所以我们住在台北人就知道 什么中山北路七条通啊 那个地方都不要去啊 什么华西街不要去啊 因为那个代表什么 代表一些风化区啊 藏污纳垢的地方 或许小而是住在台北市啊 住在中山区那里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地方 如果你说你住哪里 你住在那边 我们就觉得 好像你住的地方 不是一个很名誉的地方 他某一些的街道 是代表一个隐含 某一种商什么 一种商业行为在里面 就像早期去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记得那次跟前人去 前人好像讲 哎呀提到了说 我们的佛堂在红灯区什么区 实际上我不知道 什么叫做红灯区 我认为新加坡 原来所谓的住宅区 工商混合区商业区 是用红灯绿灯黄灯 我就冒了一句话 我说那还有绿灯区在哪里 因为我们不知道说隐含的术语 实际上红灯区 我到后面陆续去了几次 我才知道 它就是我们台北的 华西街之流的啦 因为我们没有去碰过 没有碰过这种术语啊 也没有刻意的去问 那问的时候 到清门又闪烁奇词 好像很难以把这样的话 跟你这样的人说 所以摸了好几年才问 红灯在哪里 对不对 而绿灯又在哪里 他所谓的红灯就是 我说哦原来就是风化区 我说问题我怎么看不到一个有风化的人呢 我看他都是卖吃的 那既然列在红灯区 就是有一些的项弄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是我们在谈 所以我们如果要教养子女 你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吗 不会嘛 因为小孩子有样学样 他根本没有辨别的能力 你给他安排的环境 会制造出这个小孩子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取向嘛 所以孟夫子他为什么要三千呢 他就是知道理人为美 选择好的居住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认为好的环境 就一定是我们台北的什么豪宅呀 未必啊 他责不处人焉得智 一个人居住环境 却不懂得选择 良善的风俗的地方去居住 他怎么是有智慧呢 福人天之尊觉也 人之安宅也 那最美的地方是在哪里 以现在我们来讲 我们要去学末母三千 你做得到吗 顶多你彰化从楼上搬到楼下 从楼下搬到楼上 我迁居了 对不对 以现在的地价的高啊 你选得到吗 台北市随随便便 一间房子啊 像我们那边 四五十万一瓶起跳 那你开玩笑 那小孩子做一年有没有 做一年的工资 不吃不喝也不过 买一瓶房子 你买到一瓶的话 还没有附设家具呢 那你不能够责人为美怎么办 所以孟夫就是讲 真正的安居在于哪里 如同你我处在五座二世 你要往哪里去牵 到处都是什么 人心不古 道德毁败的时候 也不过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 往外你没得选 孟子讲往里面 他说仁爱之心 是上天给我们最尊贵的一个爵位 尊爵是尊贵的爵位 然后人之哀宅 我们人如果能够行人的时候 你就是住在一个最安全的意思吗 一个住宅里面 这个叫做游离走遍天下的意思 那个理字就是这边讲的一个人 理者道也道者人也 儒家称道的最高的极致 用一个人字做代表 老子他把道的最高的极致 用道来做一个代称 人其实就是道了 你把那个道心给他发扬瓜大 你就居住在人间里面 最安全的住宅 莫之欲而不仁 事不自也 欲就是没有人 欲是阻止 没有人在阻止你去行人 你却不愿意去落实这个人道 那实在是太没有智慧 不仁不智 无理无义 人一眼 不行人道的人 他是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就没有羞恶之心 没有赐让之心 没有是非之心 那他终其一生 就只能做人家的下位者 听人家使唤 这个叫做仁义 我们都希望高高在上 我们都不希望聚于人相 你不希望聚于人相 前提就是 你要把上天赋予我们善良的德性 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仁义而此为义 由工人而此为工 使人而此为实也 当我们不能够行人犹豫 我们畏惧在人下 听人使唤 我们却以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觉得很羞耻 我不甘于此 这个羞耻不是羞恶之心 就是你不甘心啊 我要高高在上 我不要听命于人 就像有一些年轻人 他不喜欢拿人家薪水 他喜欢做老板 在我周遭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啊 跟我们过去的观念不一样 我喜欢拿人家薪水 我不喜欢做老板 因为我觉得做老板很累啊 你有赚钱没赚钱 跟我没关系 我尽心就好 我每一个月拿固定的薪水 我就觉得很好 我也不喜欢做业务 虽然能言善道 证据公司 很多人找后学去做营业员 我没有喜欢 因为我有那样的一个 所谓的 以前读书 我有读到财经嘛 所以考 以前也不需要有证照 你有这个背景就可以进去 后学不喜欢 因为拿那种不定的薪水 给我的感觉不稳 我宁可每一个月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可以支配就好 我不喜欢 未来是变数的 所以人的个性就会影响到 人在工作的选择上面 你折取的方向就不同 就很像 你不肯行人 所以你就位居人像 你又觉得很什么 很不能够尽如己意 觉得自己面子上挂不住 就很像 你是一个做弓箭的人 但是你因为做弓箭 这个行业在365行里面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觉得很羞恶 那你很羞恶 你为什么要去做工呢 你为什么不去选择 其他的行业呢 你认为做剑很 做这个 这个射这个剑 做这个剑靶 你觉得好像 很 不是一个很有 出路的一个工作 那你可以改变行业啊 你为什么 觉得它不好 你还不断的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不断的院生载道呢 意思是说 你觉得不好 你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 他说如此之 貌如为人 如果你觉得 居于人下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大丈夫当如是 执金钩 那你可以什么 去选择发扬你的人心啊 人者如色 色者正极 而后发 他说这个行人 就很像什么 很像射箭的道理一样 你射箭的时候 你要先让自己的位置 站得很端挺 那个剑不能拿得高 也不能拿得低 拿高拿低 都会偏离一个靶心嘛 所以你要先纠正你自己的姿势 你才能够把这个剑发出去 发而不中 不愿圣极者 反求诸己而已 当我调整了我自己 我认为摆了一个 最万无欲失的姿态 我射箭出去 这个剑却没有一举 中到那个红心靶心的时候 我不要怪别人 哎呀你们怎么可以 这样子赢过我 都是你们影响到 害我注意力不专心 我们过去念书 最容易这样讲 哎呀都是外面一直在吵我 所以我读书不专注 我读书不专注 所以我考试很糟糕 好像只要家里面 有一个读书的人 所有人都要做成哑巴一样 后学在整理房子的时候 邻居下来告诉后学 你可不可以 某一些时间不要做 我说礼拜六礼拜天 不做是可以的 他说是不是有些时间 也不要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的孩子要考试那几天 哦 你要考试楼上楼下就不能动 那因为我们一向交情很好 我说没有关系啦 那个都可以商量 因为后面的东西 只是在铺瓷砖 他就没有那种声音嘛 不会影响到你就无妨 那如果人人都如此 那这个房子永远不要整修啦 楼上也怕吵 楼下也怕吵 左右灵色也怕吵 你不回过头来问问你自己的孩子 你为什么读书那么不专注 你要听隔壁敲墙壁的声音呢 这是我们遇到 当我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们认为我改变了 我改变了 但是外面得到的效果 没有我们预期中的好 你要反求自己 你要问自己 问我自己哪里做不好 一定有 或许人生走到现在 62年的岁月 不是长 但是我觉得也不短了 眼前的当务之机 我早上跟郁昭姐讲 我要找出我过去60年 学到前学到后 我的五轮关系欠缺的地方 我要把它补强 因为一口气不来 再也没有补强的机会 那这五轮关系 不是只有血缘 你道场上也有道亲啊 职场上也有什么 也有同伴嘛 也就是你在人际关系上面 你的处事 你的念头 有没有扭曲的地方 有扭曲的 如果事情成为事实 我们就忏悔 如果事情还来得补救 于是我们就开始主动 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每一个人的人生规划 春夏秋冬四季 你要了解 你在哪一个季节 不同的季节 它有不同的 一个所谓的修行的方法 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所以在所谓的 儒门跟道家里面 最喜欢用射箭 来比喻什么 比喻一个修行 因为过去在于 所谓的射箭 这个环块 它确确实实 是培养证人君子 一个必修的科目 早期我们讲 五欲要健全 但是我们的五欲 有没有 其实从来就没有 健全过的 都是敷衍了事而已 第八章 孟子曰 子路人告之 已有过 则喜 子路的为人 心量宽广 别人告诉他 有哪一些行为 有缺失的时候 他是很高兴 欣然接受的 语文善言而拜 大语只要听到 有传述 某某好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非常高兴的 去坐以礼敬 大顺有大焉 那顺的修养 又更高过子路 高过大鱼 这个大就是什么 又超过他们 他善与人同 舍己从人 乐取于人 以为善 顺之所以 他的修为 大过前面的子路 大过这个鱼 他的原意又在后面 这三句话 善与人同 也就是一件好事 他不独自己去做 他还乐意与别人 一同去做 这一句话很像 我们在《请谈经》里面 讲的 遇事相伴 遇善相助 是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好事 要自己 把他全部揽过来 懂得事实 跟人家分享 它是很重要 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事例 其实过去 在道场中 后学有碰过 但是现在的 这几位前嫌 他修正过来 什么意思 某一些的工作 他做习惯了 他就不容许 别人去插手 他认为 那个是我 在赚功德财的 一个机会 如果让你插进去了 好像这个功德财 要分你一部分 因为后学在思索 这个前嫌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动作 他的动机在哪里 一个人的行为 四肢百害 是无情之物 他受制于 友情的那颗意 那个心 他是什么样的心念 会有这样的一个 挡别人去做 这个工作的 一个心态 功德相 后学举过 我早期刚进道场的时候 我拿一个哨榜 扫楼下 你不要扫 你不要扫 这个地方是我在扫 OK 楼下都你们在扫 我就签一个位置 跑到楼上的佛堂 楼上没有人在 我们拿块抹布 插桌子 对不对 插插桌子 然后桌子插完 才去扫地 马步拿来 还下面的工作 还没有插完 那个人又上来 这个你不要做 这个固定都我在做 楼下也你做 楼上也你做 我就很纳闷 说好听一点 他是不要让你 去劳动筋骨 可是就我个人的一个直觉 他的动机不是这样子 后来我就跟前辈子 在聊天过程 就发觉 他确实有这个行为 他有功德相 他怕工作只有这些 你拿去做完了 他就没工作了 所以他急于让你不要做 我来做 我还曾遇到一个很奇怪的案 有一次进到厨房 厨房去帮忙 你知道有一个道琴 怎么回后学吗 你全部都要转走吗 台上你也要转 厨房你也要转吗 我一听有没有 真的手足无措了 我一看他的表情 不是开玩笑的 那个真的是怒目原真 我就觉得 我到一个地方 我要很小心的 我只是认为 你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帮忙 我们没事的摘个菜 很自然不够 他这一句话一出来 那个表情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退和了 我就知道 有的道琴的心态 确实是如此 恐怖 他是很直接的告诉你 你全部都要转吗 台上你也要转 台下你也要转吗 天地良心 我真的不知道 讲一堂课可以转多少 这个要跟老天 谁分告皇母书了吗 你告诉我一次可以转多少 我看转的够不够 够了就不要转了 所以前邪们 您去想想我们的心态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别人做 你确定你要做 知道他是心道气 让给他做 我们去找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再去做 而不是这个你也不要做 那个也不要做 所以这个善与人同不容易的 舍己从人 舍己从人就是他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一件好事 有各方面的角度来衡量 有一些人过于坚持己见 他就会造成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 也会有彼此之间的言语的争执 那能够学指路 大语的那种风态 那种风范 你就会什么 舍己从人 尤其是圣事 圣事你未必要照自己的意思 因为圣事讲究的是 运作过程的一个和谐 看我们参与此事 他的一个心性 他没有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才叫做及格 才叫做成功 他跟反应也不一样 所以如何在圣事的运作里面 永远有一个心平气和的态度 让我们用一个辽阔的胸襟 去接受别人的硬件 那是我们办到所需要的一个锻炼的火候 不再坚持己见 你就能够集思广益 那就印了古人讲了一句话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人的主观意识太强 就是认为我懂得比你多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所以我因为有这种观念 所以我嫁入夫家的时候 我婆婆就被我吓到了 煮饭他就在旁边一直盯你 一直教你怎么煮怎么煮 后续就回他一句话 我说我嫁过来 阿姨讲 你当媳妇很辛苦 现在你的媳妇进来了 你可以轻松 你为什么在旁边 一直要滴滴咕哩滴滴咕哩 一直讲 而且你认为你煮的很好吃吗 我已经十多年 我觉得你煮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就直接跟他讲 他就出去了 可是人的惯性啊 两三分钟 他就忘了前程往事 他又进来了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老人家 你们不要认为 是你的媳妇不好 当然娶到我这种人 算是你运气太差了 我是直来直往 有些人是还在心里面啊 他积怨已深啊 我这种人是吐出来的 就没事了 两三分钟又进来了 那一次事情就闹大了 我一进道场 我就讲过了 我说你不可以出去吗 你要讲吗 你一直要在这边教吗 那我就让给你 我稍子一拍 我走了 大年初二 我就走了 走到哪里去 走到隔壁舅舅家聊天 看电视 舅舅就说 今天不是姑姑 他们都要回来吗 家里很忙 我说你姐姐很喜欢煮 让他煮啊 你姐姐 我连我婆婆我都懶得说 我舅舅就不开口讲话了 因为我那个脸很臭啊 过没有多久 我先生过来 我不理 我公公过来 我不理 我小叔过来 我不理 就他们讲 他已经离开了 你可以进去 我说他离开了 我也想离开了 我就回家了 我就坐火车回新庄了 后学没有学到以前 我的个性就是如此的臭 我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没有隔夜的丑 我发完了就没事了 所以一直到我学到以后 我才知道 哇 这个舍己从人不容易啊 现在有没有 哎呀 你高兴就高兴吧 你高兴在旁边 你就站着 我就发觉 我的小婶 妈妈这样做可以吗 那个白菜要怎么切 那还有什么好问的 可是你多这一句话 那个长辈就很高兴 我就学会了 你就多说一句话吗 对不对 可是以前就不愿意 所以什么叫做主观意识 就是觉得自己懂得比你多了 我还需要听你的吗 理解吗 这是我过去的成年旧账啊 现在不会这样做 现在还这样做 那我讲这段话 就不等于很丢脸吗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 全无长进啊 所以不要小看 舍己从人这句话 尤其厨房里那么多大厨 不是你长厨 就听听别人讲 从来不要开口话太多啊 听于人家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长处嘛 乐取于人者以为善 就是把别的长处 拿来学制 拿来放在自己身上 所谓的节长补短啊 这三句话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却是我们一般人最不容易去做到的 因为他跟我们的心量要画上等号 有我最急深 把自我的一个看法摆到第一位 别人说什么 我们的耳朵就像墙壁一样 穿不进来啊 所以自根架桃鱼以至为地 无非取于人者 这就谈大顺 他从一个在野的平民 耕田架设捕鱼 到后来做皇帝 这个从平民百姓 职业上的一些的长处 他是跟别人学的 到后来做皇帝 治国之道 也是取法于谣的 所以不论是日常生活上的一个职业 或者贵为一国之君 无非取于人之善者 把人家的好拿来放在自己身上 如法炮制 不显得我们比较低啊 反而会显出我们的智慧来 所以取诸人以为善 是与人为善者也 把人家的长处 拿来放在自己的身上去落实 这就等同与人为善 因为这是别人教我们的 我把你会的 我也去做出来了 你不就等同于我的诗吗 我把你的善行发扬光大 所以君子莫大呼与人为善 所以真正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 就要先学会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就是舍己从人 这是一个前提的要点